大家好,印度媒体报道 1月5号周二晚上一架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 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苏拉特加尔附近坠毁了 印度空军称坠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15左右 飞行员跳伞逃生 印度空军在推特上发文称 今晚1月5号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比斯战机 在西部军区一次训练中遇到重大技术故障 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飞行员在8点15分左右跳伞逃生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飞行员安全着陆 印度空军已下令对这一事故展开调查 19年在一次类似事件中 一架印度空军从纳尔空军基地进行例行飞行的米格21 在拉甲斯坦邦比卡内尔附近坠毁了 这是19年就曾坠毁过米格21 分析是起飞后撞鸟造成事故 印度空军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引进了米格21飞机 目前米格21比斯处于服役的最后阶段 实际上是一种老旧要淘汰的状态 预计未来10年内将逐步淘汰这种飞机 所以它发动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是已经是要淘汰了 印度空军大家都知道 印度空军实际上在最近不断采购法国的阵锋 还有俄罗斯的 实际上像米格21这类飞机已经处于被淘汰阶段 那这个对印度空军实力并没有太多影响 我觉得 我更希望看到美 就是法国的阵锋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个飞机 对吧 坠毁 这个对印度空军实力是有影响 特别是阵锋 一共就买那么什么 一共就买那么几架 摔一架少一架 特别印度在中印边界这个地区对中国还施压 米格21其实对印度没有太大影响 它也就是打一打这个南部 对吧 像周边的小国用米格21可以 另外米格21有一个弱点 俄罗斯媒体还有这个在巴尔干地区进行作战的时候 巴尔干国家也装备过米格21 米格21实际上 它对雷达呀 它现在这个地空雷达 地空导弹用这个雷达找到它很容易 就米格21 现在的雷达对他对米格21来说是一打一准的 实际上是没有突防能力 也没有任何空战的生存能力的 所以米格21它的坠毁 其实对中印边界这个战争没有起到任何的巨大影响 你得明白 后续中印边界这些有新的消息 我再跟大家说